欣怡呢 欣怡说 你这个小女生也是 高中的时候 你曾经有机会当歌手 结果你也是运气 也是碰到了衰运 但听完浩然姐的故事之后 我已经豁然开朗了 我觉得我人生很美满 有的时候是 我们人在走衰运的时候 自己在那边每天哀声叹气 不妨走出去 或者看一看 有比我们更衰的人 你就会说 哎呦 我真的还好啦 对 因为浩然姐是身体上的 那我当时是心理上的 因为就是我小时候呢 还算蛮会唱歌的 是 然后在高中那段时间呢 我就常常觉得 哎 大家都说你很会唱歌啊 那很多那时候 很多歌唱比赛嘛 电视台的啦 然后学校的啦 然后那时候比赛 也都可以得到 还不错的名次哦 就是很前几名 不然就是都可以拿到奖就对了 当时呢有一队就是 音乐制作人 至今人在线上的 一个很有名的制作人 他们是一对夫妻 现在已经不是一对夫妻了 然后呢 就是当时他们就看上了我这样 然后他们就说 哎 那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啊 签约啊 看有没有机会出唱片这样 当时他们也签了另外一位歌手 现在也还在线上 那时候觉得好高兴哦 你知道高中小女生 就是一个好像完成 那个新梦的感觉这样 然后每天就在那边等啊 要去录音啊 要干嘛这样 后来呢 就那个女生她先发片了 是 她顺利发完片了 那下一个应该就是我了吧这样 结果没想到就在我要发片之际 然后有一天呢 他们就很认真地跟我说 欣宜啊 不好意思 可能没有办法帮你发片 想说怎么了呢 公司遇到了一点财务的问题 结果后来那间唱片公司 就倒了 哦 这就是所谓被你唱倒 没有 我还没发 我还没发 还没唱 哇 那你这命更硬 就还没发就把它刻倒 还没发然后就唱片公司就倒了 后来呢我又再参加了另外一个歌唱比赛 的确反应就也不错 然后那一次来找我的唱片公司更大肩 就是而且她当时旗下已经是有很多非常知名一线歌手 好像把好事有时候在后面 对 然后我就觉得那这样又是一个更好的机会出来 很高兴 那当时候找我去谈的人呢 他就是一个制作人这样子 然后他在公司里面就是也算是一个总经理 就是比较蛮高位阶这样 也聊得蛮开心的啊 有些规划什么位置 哇 抱持着新梦觉得很高兴 结果呢过一阵子 奇怪那位大哥怎么都 后来都没在跟我联系了这样 然后就问问大哥怎么拉这样子 他就跟我说 心仪真的不好意思 因为前一阵子我们遇到了一个状况这样 说怎么了呢 原来呢那间唱片公司呢 被一个国际级的唱片公司并购了 结果并购了之后呢 那个国际级的唱片公司用了一批他们自己的人 原本帮我就是要找我的那一批的人呢 全部被裁员 就整个都被裁掉 那他们已经跟你签约了 没有把你并到国际公司去吗 没有 那时候还没有签约 就是正已经要谈签约 然后但是新的那一批人 就是对我就是可能没有什么兴趣 是原本那一批的制作的team 是想要跟我合作的 结果后来他们那一批制作team 因为他们也被裁员之后呢 就也没有再谈的机会下去 所以你看这个命运 前面客倒一间 后面是还没签约 就又被磕倒了 但是新的我问你 这个心情是什么 前面我们知道其实对 尤其对年轻人来讲 这个是天大的事 我喜欢唱歌 爱唱歌 成绩也不错 也受肯定 然后人家也看到了 也给了机会 也签约了 信头上 这个开心都到顶了 结果唱片公司倒了 对 这个心情在谷底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让你又鼓起勇气说 那我继续参加歌唱比赛 然后我当下就是觉得说 人家都说走演艺圈要有命 要有命 就是要有这个命 然后我当下就觉得 我是不是没有这个命 然后我就开始就是否定自己 有过这一段 对 我会开始就是觉得说 可能就是我没有这个命 不要再去做这个梦好了 而且同学会说 你不是要当歌星吗 对 同学那时候每天都在问 然后你又不能跟他讲说 现在没有了 就是我因为那个公司倒了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就告诉我自己说 我就是在上大学前 我就是给他拼一把这样 但是因为后来就是 一直遇到这样的挫折 所以我到大学之后 我就选了新闻系 转念了 我就转念了 我就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可能没有这个命呢 所以他没被衰运击倒 他一个是乐观面对 一个是他转念 真的 问一下游佛老师 什么守面相的人 总是能够逢凶化吉 他能够过这一关 那我觉得一个人能够这样子 逢凶化吉主要是因为 个性的关系 因为他有那种的个性 所以他会有做这样的秘运 那有这样的个性 他就显示在他的面相来 所以我们从面相来看 可以知道他的个性 所以知道他逢凶化吉 是转过来这样看的 好 那能够逢凶化吉的 这种长相 我列出四项来做个说明 任何一项都算 首先第一项 我们用首项来看 首项的话 观众朋友 你也可以观察看看 我这边有这个叫做解灭纹 那这个解灭纹 在两个地方会出现 第一个是在生命线 如果说你的生命线中断 各位注意看一下 生命线就是生命吧 就可能代表你的健康 或者你有没有生病之类的 那如果这边有中断的话 表示在那时候会依照生命的灾难 那这时候在旁边如果有个解灭纹 就反而是在旁边有贵人 或者这个命运帮你平安度过 所以这个解灭纹第一种是在生命线 第二种直接在命运线 这个命运线也叫事业线 或者在你的工作上中断了 那这中断的话就表示那时候工作不顺 做事情他做得一大糊涂 这时候如果旁边有个解灭纹 旁边帮着你度过 平平安安的度过 那这个解灭纹的形状 不会像我画的这么刚刚好 就是有这种感觉就可以了 就是当你的手上的主要的线纹 这主要线纹尤其是生命线跟事业线 断了或者交叉了 这时候旁边有一条线 帮你平平安安的度过了 这叫解灭纹 这第一个我们用手向来看 如果你有这种线的话非常好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项 第二项是看你的长相 你们看你的耳朵 耳朵要大 而且最好是要贴腦 耳朵大 耳朵代表健康 耳朵最重要是代表他个性的沉稳 耳朵代表沉稳 代表贵人 那做事你不会慌慌忙忙 慌慌乱乱 站下去心地善良 耳朵当然心地善良 他就乐于助人 他既然乐于助人 当然人家也会自然会回报 或者在无形中暗中的帮助你 那当然你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能够平平安安 你自己想不到贵人从哪里来 事情怎么平安的就度过去了 所以一个人看平安看耳朵 耳朵大很好 那耳朵大最好不要张扬 张扬表示说你帮助人家又张扬 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帮助人家最好要贴 贴的意思就是说暗地的低调的 做好事情低调的帮助人家 自然反过来讲你的个性的 因为个性的关系 你的生命就能够平平安安 是 那如果张扬的话 就是帮助了别人 他比较喜欢表达自己 好 我很厉害的 在我们的社会很奇怪 你很厉害 你去表达自己的话 人家就觉得你很厉害 你去做就好了 人家就不会帮助你 可是你低调的低调的 就很厉害 那人家真的就会是帮助你了 所以有一些有帮夫运的 但他也不是故意的 记者一直追着他 他也没得到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三项 第三项我们看哪里呢 第三项也是看面相的哪里呢 看人中生命 人中就是这个鼻子下嘴巴之间 这个人中 人中要生命非常的好 生命一方面代表也是健康 也是代表长寿之外呢 最重要他会替人家着想 做事情的时候 他会想到人家的立场怎么样 这时候你也不要为难人家 但人家也不会为难你 所以我们才有这么一句话 人中生命万里无云 万里无云就是一个形容词 遇到事情都不会有乌 这个乌云乌雨 不会风风雨雨 什么事情都能够平平安安 太阳普照 很平安地度过 这个也是因为他个性的关系 所以人中好的人 他自然就是有人帮助贵人多 最后一项我们看一下第四项 也是用面向来看 这时候面向是看哪里呢 看印堂开阔 印堂就是两个眉毛之间 这地方要比较开阔 那我们的标准大概就是 自己的手指一直扮到两指以上 开阔 那么这两个眉毛之间 这个印堂开阔 这代表他心胸宽大 不会跟人家计较 而且他能够容忍 人家如果就是对他有欺负他也好 或者对他不尊敬也好 他能够谦让 忍耐 那我们如果遇到事情 就平安的度过 不要去跟人家争 不要去跟人家强 这事情我想事实上 有灾解灾 有难解难 一个人心胸宽大 万一有错了 你原谅人家 那么自然事情就能够平平安安 我是列了上面四项 任何一项都算 年轻人你在迷惘吗 听我一句话少奋斗三十年 让老师帮你持点迷惊 从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主 跟着心向趋吉必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运好好玩的大师 帮你算命吗 详情请上 点书官方粉丝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